当地时间10号 美联邦参议员柯宁恩等人 串访台当局防务部门 这是以往罕见的操作 据台湾媒体10号报道 美议员团当天上午 与蔡英文等相关人员见面 下午又转往台防务部门 听取所谓解放军近期对台威慑情况汇报 约一小时后离开 具体形成内容对外高度保密 分析指出 美议员此次如此低调 想必有任务在身 双方聚焦在防务 无论是两岸还是对台军售等议题都有可能 据了解 此次共有四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和两名联邦众议员赴台 几名议员背后的经济和利益因素十分明显 其中 科尼恩背后有着强大的军火商利益集团 他长期从军事的角度操纵台湾议题 属于典型的为军工利益驱动的美国政客 科尼恩日前在美国联邦参议院提出 所谓台湾威慑法草案 寻求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 该法案还要求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 以便更容易把武器卖给台湾 岛内舆论质疑 美议员团此行是否是为要求台 扩大军构或防卫预算 但相关人员都不愿证实 对于美议员窜访台防务部门 上海外国语大学台湾问题学者文绍标说 这表明美国国会与五角大楼在涉台问题上 或以形成紧密配合 这两个部门比白宫更激进 针对美台频频勾连 台湾忠实新闻网评论认为 美彩红线 解放军演习回应 不知是蔡英文已经变成脱江野马豁出去了 还是拜登非要打台湾牌对付大陆 另据台媒报道 解放军继9号出动6架次军机巡台后 10号和11号又分别派出6架次及4架次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2 7 7 tta